体育用品股特部发了迎喜 预期去年盈利将会大升5至6成 主要是由于店铺升级 及优化零售网络 令销售表现比较强劲 再加上产品的认可度提高 补货订单增加 以及集团17年回购库存后 代理商对补充库存需求上升 特部去年上半年盈利有3.7亿元人民币 升近21% 我们知道国家政策方面是鼓励消费 未来一年国产体育用品 是否会受惠于政策继续走高呢 其实我觉得特部其实在这个营席里面 50%到60%其实还是蛮符合市场预期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现在以这个在市盈率方面 其实在19年里面其实是13倍左右 那其实以它这个100亿的市值 这样子的一个跟安踏来说吧 其实安踏有1000亿的这个市值 那他们两个其实在PE方面 其实是蛮相当了 现在来说只是比安踏低一点点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要看的是它现在在目前的这个 经济状况之下有没有一定的一个优势 那特部来说相对于安踏 因为安踏近期其实是收购了蛮多的 一个国际的品牌 那特部来说相对来说 其实还是蛮集中在34线的一个城市 那这样子呢 其实在内地经济放缓的一个情况下呢 这些比较低 就是价格比较低的一些品牌来说 可能是有机会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冲击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也是反映在它近期的一些公布 它的一个就是运营方面的一些数据上 也有蛮蛮明确的一个表现 因为其实它三世纪度来说 其实也保持到有个中双位数的一个增长 然后库存也是保持在一个蛮健康的一个状态 表明了其实它一个就是销售方面 其实还是持续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 其实它应该还蛮受惠 在中国的一个经济放缓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它还就是不是受到太大的冲击 那另外呢 其实在技术上呢 它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些突破 那所以呢 未来来说它还是有机会向上 就是四一下五块钱以上的这些位置 我们看到其实国险体育用品品牌 现在近几年呢 是越来越得到了国人的认可 之前啊 大家可能都是会买一些外国的品牌 那现在呢 很多的中国的一个品牌啊 得到了大家的一个关注 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体育用品品牌的 续场份额将会逐步的提高 那在这其中啊 有没有哪一些个股 你觉得大家可以格外的留意呢 嗯 其实像你这样说的话 就是这些国产品牌的一个市占率 有所提高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在安泰来说 它还是需要在一二线城市上 再继续去发掘它的一个市占率 因为其实它如果在三四线城市 再继续加根的话 它其实需要 在未来 如果这个经济在往上 就是 就是见到这个底部 往上有所改善的一个情况下 它是需要这些一二线的一个城市 再帮它拓展一下 因为这个特步的话 其实如果它只是集中在一个价格 比较低的一些产品的话 其实未来的话 可能未必对它 在长久的一个经营方面 有一个太大的帮助 所以它可能也就 可能需要像安泰那样子 去发掘一下外面的一些 比较就是高端一点的品牌 去收购 这样子会对它比较好 那在国产品牌里面 其实安泰来说 其实是也是表现得不错的 一些一个股份 那它的话呢 其实也是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战略 就是它去不断的去收购 外面的一些高端一点的品牌 然后帮助它去提升 它在中国的一个市占率 这样子它在高中端的一个覆盖率 还是蛮广的 然后其实这样子 对它未来的一个发展 还是不错的 那目前来说 它其实在高位有所一个下调的 一个状态之下呢 如果它能继续保持到 在内地经济放缓的情况下 它的一个增长的情况 就是运营的一个数据 还是保持到一个不错的一个状态的话 其实还是值得留意的